日本海上自卫队 日本为何紧急造极大量渔船呢?专家回应道,因为日本海上自卫队的一枚水下右耳弹,在中国东海附近不胜一尸,需要渔船协助打捞,而这个致命的错误仅仅是因为相关人员误操作,不小心发射出去了。 中国军民表示,这简直不可思议,事后根据调查结论,是警员训练严重不足。 海上自卫队那部管理松险,其实不仅仅是海上自卫队,起路自空次同样存在这样的问题。 空次更是每年发生时竖起战机丢失零件事故,基本上从行为零件。 航向灯到导弹堕面和附邮箱几乎无所不包,相关专家也表示,日本管理松险,也不是一天两天的了。 突卫下水的苍龙机潜艇,有时有耳弹的潜艇,是日本目前最新的苍龙机AIP潜艇,被称为世界上最先进的潜艇。 除了潜艇用钢是自己生产的以外,其他周边设备基本上都是采购,比如其水下病欢系统为斯特林行发动机,虽然可以前行数十天的时间,但是其斯特林发动机功率非常低,想要长时间水下前行,只能保持三到四节的航速。 所以除了隐蔽以外,基本上没什么太大作用,苍龙机潜艇的水下排水量超过了4000余多,其采用单效体工艺制造,这个排水量在常规,潜艇里面算是比较巨大了,甚至超过了一些核潜艇,其体积也非常巨大,长度达到了84米,挺宽9.1米。 相对于传统潜艇,其采用了X型尾舵,舵面基本不超过挺身,使得其在座底的时候更加安全,而且其尾舵面积相比传统尾舵有了极大的增加,机动性更好。 2位仓龙及潜艇其在武器装备,正可谓是中规中矩,6个533毫米,鱼雷罐程上下两拍布置,可以发射89式鱼雷或者鱼叉导弹等等,此外还可以不射水雷,由于其发展受到极大的限制。 因此其武器装备,仅局限于鱼雷发射管,和鱼雷舱携带的数量,数量非常少,相比中国最先进的常规潜艇没有任何优势。 有意思的是这次仓龙及潜艇,有时有耳弹是挺原物操作发射出去了,可见其训练水平还是非常低的。 其实不仅仅是海上自卫队,其他两只自卫队也是事故频发,其战机每年有数起零件掉落事故,从机身零件到副油箱,应有尽有,陆局战车漏油掉零件等等无所不包。 近年来自卫队逐渐转变成类似公募员的性质,可想而知其整体水平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